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節目 今天我們要聊聊 EigenLayer 然後為什麼呢 它會成為這次 公鏈和L2戰爭裡面 受益最大的一個協議之一 在開始之前我要請大家 加密歐比投資 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 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建議 Crypto 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y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然後我們現在呢 每一集都會抽獎金 從十二十五十一百美金不等 加上呢 我們也會抽出一些 精美的禮品 包括我們現在戴的這個帽子 還有我們之前的衣服 還有最近出的一些包包 那參加方式非常容易 就是在底下留言 然後把影片放出去 記得我們不是隨機抽 我們會特別看你的留言 跟你分享出去的地方 對所以你分享去一些潤坦啊 Dcard設置於抖音小紅書 都是一些加分的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在講EigenLayer之前 我們一定要先講一下 以太坊質押證明這部分 因為從以太坊從POW轉成POS後呢 整個以太坊現在出現了 各式各樣的LSD項目 從去中心化到半中心化 到全中心化 那現在最大賺最多錢的 就是LIDO LIDO現在經手的這個金額呢 高達820萬顆以太幣 而且呢 它的這個手續費啊 一年大約可以賺7到10億美金 所以我常講 LSD應該是現在最急迫性 而且收益最多的這個協議 那也越來越多項目進來做 包括中心化交易所 像Coinbase 231萬顆 币安124萬顆 Stakefish 174萬顆 Kraken 81萬顆 Rocketpool 78萬顆 所以你會發現 好像沒有很多 這也是為什麼以太坊 現在其實不夠的去中心化 那我覺得今年呢 會看到越來越多的 這個新的玩家進來 尤其是LIDO的治理代幣 已經越來越少了 因為它是一個老項目 所以新的協議呢 像是Puffer在那一間項目呢 就會有辦法 透過自己的治理代幣 來激勵更多人來進行制壓 好 那我回來講一下 EigenLayer在這裡面 佔什麼樣的角色 它其實呢 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呢 它可以讓這個用戶呢 去做一個這個 Staking 的 Restaking 的動作 什麼意思呢 今天你可能 只進去LIDO 那你只能賺大約4到5%的 這個Validating的獎勵 對不對 但是呢 如果今天你是透過EigenLayer EigenLayer會同時 幫你在這個以太坊 质押以外呢 還幫你放到其他鏈上 這時候你一定會看到 為什麼Polygon在這裡面 為什麼ChainLink在裡面 沒有錯 因為除了以太坊 這個Validator 能做鏈上的驗證以外呢 它其實還能做很多其他事情 幫助很多其他的工具呢 變得更安全 其中呢 就有預言機和橋 還有測鏈跟這個執行層 那我們先講一下這個橋好了 橋呢 現在是很重要一個角色 我們看到其實現在 有這麼多Layer 2 大家都是透過不同的橋過去 但是因為呢 所有這些橋呢 它跟中心化交易所不一樣 不是說你寄過去呢 我知道這是你 然後我給你弊 現在的橋呢 會想要越來越去中心化 也因為這樣子呢 讓它變成很容易攻擊的地方 那如果呢 它的這個安全係數要高的話呢 它就必須要利用 已經成熟的技術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 近期推出的SAE Network 使用了Tenderman 就是Cosmo 因為Cosmo 已經有它自己的安全的共識層 所以說呢 任何人想要做自己的攻略 就可以透過Cosmo 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 CoinBay現在發的這條BaseLand 可以直接這麼快上線 因為它直接利用了 Optimism的OP stack which是用以太坊的安全 那這樣子的做法呢 讓很多人可以快速發工鏈 同時呢 這個事情呢 也可以延伸用在橋上面 那但是呢 OP stack呢 跟Cosmo呢 它其實沒有太支援 橋上面進行共識層的部分 所以呢 你現在呢 就可以變成使用EigenLayer 那EigenLayer呢 就是利用這個 以太坊的這個 Decentralized Trust Aggregator 來達成這一點 那這時候呢 你作為EigenLayer的質押者呢 你不只是賺 以太坊節點驗證的 這4到5%的獎勵以外呢 你還可以賺這些橋 它用你的這個共識 這個安全系 來增加它的安全系數 然後呢 來發的獎勵 或是呢 今天 預言機 鏈上預言機 越來越去中心化 然後也需要支付這個費用 第三個很賺的就是 Sidechain 其實測鏈呢 是一個收益非常大的地方 我們來講一下 現在有多少的這些供鏈要出來 而且也是利用以太坊的 第一我們所認知的 像是這個Polygon上面的鏈 包括呢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L2的 ZK Sync 使用ZK Snark的 還有像是我們現在看這邊還有哪一些 Optimism DYDX 這些全都是 那另外呢 已經有一些供鏈呢 是直接使用Eigen的 那其中一個有公佈出來的就是Mentos Mentos它現在呢 也是 Sep它把幾個東西部分呢 透過EigenLayer來去做這個 Data Availability的Solution 其中呢 有Execution執行 Data Availability 跟這個Transaction Finality 都是透過Eigen 那當然呢 它需要支付這個費用 那這費用有多高 其實我們有幾個地方可以去看這個 一呢 就是再去看這個 以太坊現在的這個收益 第二呢 我們可以看像Lido收益 第三呢 其實可以看的是MV 沒有錯 那我們有兩個地方可以去追尋MV MV其實是一個收益非常非常大的產業 在Pre-Merge之前呢 就是這個從POW轉PoS之前 MV整體收益達到6億7千萬美金 然後這是2019年開始 但是MV後呢 MV收益就直接瘋狂成長 它現在收益已經達到了28萬7千949顆以太幣 那這是多少呢 大約是7億3千萬美金 大家記得MV到現在也沒過多久 差不多一年 所以其實整體的MV收益非常非常高 這其中呢 還包括了Arbitrage的費用 那這裡面呢 費用是這個Profit是怎麼分的 它大概是一半是給Searcher 另外一半是給Miner 但這裡面還有Proposer 所以呢這些收益呢 就會變成是可以給到Eigen上面的Staker 因為呢可能它是用它的這個Validator 來進行結算它這個MV的部分 對 那這個上面還有包括像三明治攻擊啊 Sandwich啊這些 我們已經不把它稱為攻擊了 它就是一個可循Profitable的 這個Per Block的方式 那這裡面所有加起來 可能就會讓大家去想說 欸現在有這麼多的攻殿喔 對不對 我們看到攻殿站裡面有Optimism啊 Arbitrum啊 Sea啊 Sweet啊 Aptos啊這些 但其實大家都在打架 Eigen就直接做一個中間層 就說欸你們去做 你們想做的事 我賺這個 那除了它可以幫忙這些攻殿以外 它也可以幫第二個角色 那我們之前在講Proposer 那一集的時候就有講過 Proposer是Lido的競品 然後呢它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成為下一個Lido嘛 那這就有LSD賽的 我們剛才講Lido一年收益 其實可能要破10億美金喔 那它是最賺錢的這個協議之一 那這時候呢 為什麼Eigen這邊有用啊 因為Eigen呢 它其實做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 就是它可以幫很多的這個 LSD協議去Bootstrap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是一個新的LSD項目 那未來一定會非常非常多 因為我們講過以太坊要變更去中性化 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LSD協議出現 中性化跟去中性化都有 那這時候呢 他們就會透過Eigen來做這件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Proposer被Eigen投 未來我們就會看到很多人直接 放以太坊進去EigenLayer Eigen就會給你選擇說 你今天想要去Restake到Rocket 還是你想要Restake到Lido 還是你想要Restake到Coinbase 那這時候你收益就會增加 因為你不只在賺Eigen上面的獎勵 你不只在賺以太坊的這個收益 你還會賺到這些新的LSD協議上的 自理代幣給的獎勵 包括我們剛剛講到各種MVV 各種這個Off-chain Silo 各種的這種執行程 還有跨鏈橋跟預言機 所以我覺得算是一個我蠻Bolish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可以知道他Bolish的地方 就是看到OTC市場 這我們比較少講到 但因為近期我接觸到比較多OTC 就是Eigen他現在的 從他上一次融資的估值好像是2.5億美金 然後呢代幣還是 他反正分兩個 一個是代幣跟一個是股權 那他現在呢聽說 OTC市場已經達到了20億的估值 所以他其實算是來到一個公鏈等級的市值 對那另外很多人會把它跟Layer0去比 其實他們完全不同的東西 Layer0跟像ZetaChain跟Eigen 是算是完全不一樣 Eigen做的事情反而變得更簡單 然後呢更Elegant 對我常講很多東西 他也可以把它做得非常複雜 像很多產品我就覺得很複雜 聽也聽不懂 他這就把它變得很簡單 就是你直接Stake進去 對但他其實要做的事情相對複雜 但是也很Elegant 也很優雅 因為他把很多東西結合在一起 然後是本身就需要用到 當然這邊呢一定有他的風險 因為當你做Staking 直接在以太坊Validator的話呢 就像是現在這邊有800多萬顆嘛 就差不多32%都是自己起這個節點的 對那這些人呢他唯一的風險呢 基本上就是A 機器掛掉 或是如果他是實體的機器壞掉 或是網路斷線 他會有slashing的懲罰 大概是這個問題 那如果你是透過LiDL 或是其他的這些 像Coinbase 幣安的話 那基本上他們會自己承擔 這些機器壞掉的問題嘛 那如果真的壞掉 如果壞掉很大 他可能得用自己的自力代幣去賠償 所以這就相對安全 然後你使用者體驗很好嘛 因為你不用起機器 就相對不會複雜 那如果你再到Eigen的話 那他又多一層了 變成是你需要怕機器壞掉 你需要怕LiDL如果出問題 然後你還需要怕Eigen出問題 對 那同時因為你有了這些風險 你的獎勵就會變更高 好 那這就是我想要介紹 EigenLayer的部分 那我近期也會做一個 EigenLayer的中文設計出來 然後我放在底下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 更多EigenLayer相關的話 可以來非官方的社區 我們可以直接來討論 因為我個人覺得 LSD賽道真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有投 很多不同LSD協議 跟它的底層協議 像PRISMA還有Puffer 因為我覺得以太坊 從POW轉來POS後 就是LSD最賺錢的一個地方 因為你想比特幣最賺錢是什麼 就是礦場 不是這些 很多人自己出來開礦 那其實不賺 真正最賺場的 是像神魚他們那種F2Pool 這樣最賺錢 因為你是礦池加礦場 對不對 所以說今天 LiDL他們基本上就成為了礦池 你當然可以自己騎 這也是POS的好處 你自己騎一定也是會賺到 不需要一定要待在礦池裡面 但礦池這邊又會給更高收益 然後大部分人不會去騎 AWGCP來去付機器的錢 然後來去用 因為現在門檻還是很高 但其實未來 這有點偏提了 但是未來會有更多的這種 實體的節點驗證 那個才能讓以太坊 真的變去中心化 就有點像 像你的手機就可以去起一個機器 然後你就是在維持以太坊網路 當然這時候你的問題就會手機壞掉 跟網路壞掉 有可能就是一台機器放在這裡 其實我最近也在分析一兩家這種公司 也準備要去偷 這種通常都是股權的 但我相信未來像LiDL一定也會出 自己的實體機器來做以太坊節點驗證 好 那今天就講到這了 記得加密貨幣投資 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 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anything Say today it'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本書 是不是應該要投更多LSD協議 OK 他說Provide you say thank you 將獲得所需的事物說聲謝謝 謝謝 現在就是要謝謝LSD 好 下次見啦 拜拜